不过呢下面则是让好几个银行都觉得说搞什么飞机啊 但是呢是提款机的机 台北市有一个失业的保全哦 赤头都赤毛啦 上一个工作又欠他薪水 火大了他竟然拿着铁锤呢 来扎银行的提款机来泄愤 六天下来一共扎了七家银行的提款机啊 虽然说他是没有抢钱啦 但是光是要把提款机给修好 可是要花上上百万元 提款机内部监视器清楚拍下男子办案过程 他用脚猛拆提款机萤幕 还拿矿泉水泼提款机 导致内部电脑大荡机 甚至拿干粉面火器到处乱喷搞破坏 六天犯案七起 来到十八现场可以看到两台提款机萤幕 被砸得面目全非 连天花板的监视器都被扯坏 而另外一家产物保险公司的保全系统也被砸烂 刚刚才装上新的 那你掌线是怎么办呢 掌线是怎么办啊 整个东西都不见 整个只剩下电线 证明是叶宝权年纪46岁没有前科 因为连续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 又布满前一家保险公司 积签他一个月薪水 气得到处找银行提款机卸份 虽然他没有偷走现金钞票 不过被砸毁的提款机 修复金额加起来至少上百万 也让银行业者损失惨重 整理新闻阿公亚曼许少平 特别报道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